好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13分 这里是中网流行网的娱乐一世代 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音机的旁边 你们正在等待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可以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邀请到他 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晚在娱乐一世代 我们要一起欢迎的是千赫健勇 嗨 大家好 我是千赫健勇 SENKA-SAN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其实今天并不是我跟千赫健有第一次见面 我们之前在KISS MY FOOD 2 其实我有跟他们见过面了 今天不是初见面的 其实前面邀请的时刻 既然有遇见过的事吗 对吧 2019年当时 グループで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竟然他还记得 2019年的时候我们整团一起来 受千赫健勇照顾 哇 覚えていますね 哇 惊喜了 素敌な人だから覚えています 也是很棒的人 所以当然记得 那我这一次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SENKA-SAN 来到我们的节目 有一个原因 就是其实我发现原来 在IDOL 这件事情之外 他还发展出他艺术的人生 这一点让我非常的佩服 IDOL 的一面 以前我提供的一面 以前我提供的一面 有一些お土産是我特地去買的 送給他這個人 因為來台灣的時間都太短了 所以我就先幫他買了一個我最近喜歡的這樣子 希望SENGA-SAN會喜歡 台灣是不是鳳梨酥很有名 但我今天買的是珍珠奶茶酥 台灣是有名的Pineapple Cake 還有一種有名的名物 Tapioca Milk Tea 所以是一種混合 我Tapioca Milk Tea大好 所以我來這裡也喝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珍奶 所以今天來這邊中港的路上一邊喝邊來 所以我特地準備這個原因就是 它是一個珍奶的變形 Pineapple Cake的感覺也有 Tapioca Milk Tea的感覺也有 所以這應該是有趣的 Pineapple Cake也好 所以這個就要是我們會帶回去團員 帶回去跟團員分享 我剛講的變形其實是有原因的 就比方說啦就是在偶像之外他變形另外一個身份是藝術家 現在是變形的話 泉河也有不同意義的變形 そうですね アイドルの中で確かにアートの部門で勝負していこうという人はかなり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先輩で言うと嵐の大野君 後輩で言うと最近だと松島壮君 セクシーゾーンの その二人ぐらいですかね 本業是偶像身份 會以藝術創作想要來開展另一條路的其實不算多 那當然我們公司裡面前輩的話有藍的大野志 那後輩的話最近也是開各展的SexyZone的松島沖 但是不算很多這樣子 但在台灣展出的是第一次啦 でも海外展出展示会ができた 台湾でできたのがもう初めて一人目ですね いや 本当に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台湾の人って僕のアイドルの時もすごく応援してくださる方がすごく多くて なんか本当に暖かい気持ちに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ので 僕もなんかそのアートを通して 好 歡迎你继续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嗨 剛剛非常的不好意思喔 因為廣告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請台燕幫我們把剛剛Sengaさん他講的那段話 先幫我們翻譯 讓大家知道剛剛Sengaさん講了什麼這樣子 先讓大家講的話を全部通訊欲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剛剛提到說其實這一次有機會可以來台灣辦個展 而且是第一個等於說以這樣身份來辦個展的藝人 覺得很開心啊 因為台灣的朋友就是在我偶像的身份來台灣演出的時候 非常非常支持我們 然後在這邊感受到大家的熱情的支持這樣 所以我也希望用我的藝術的作品這一面來回饋給大家 是 到底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發現自己除了演繹的工作以外 在藝術這件事情產生了興趣 然後進而就是會希望能夠從事其他的藝術創作呢 當然 芸能活動も活躍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アーティストとして本格的に活動しようと思ったきっかけ 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流れ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なんかすごく明確なきっかけがあ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 子供の頃から絵を描くことが好きで うちのおばあちゃんが印刷会社を経営してたんですけど そこに紙がたくさんあって 向かい側に座っているおばあちゃんを描きながら 毎日絵を描いたりしている中で 身近に絵と向き合う時間がたくさん増えて その中でコロナの時期を経て キャンパスに筆で描いてみ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て そこで初めてキャンパスと向き合いまして そこから本格的に絵を始めましたね うん 実は本当に明確的契機 こうやって初めては そういう時代は 小さの時代は 私たちの家で開印刷場で 家での非常多白紙 毎日を描くことで 努力を作るようになる そうやって初めてを描くなり そういう時代は 很正式的做一個藝術創作的話 大概是因為疫情期間就是覺得沒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就想說那我來試試看畫在畫布上面 所以大概算是疫情期間 我認真開始覺得可以重製所謂的真正的藝術創作 所以在小時候在學校就算是在美術課就蠻厲害的吧 我在想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 例如美術家也很高 天數也很高 我算美術成績算蠻好的不過相對的我的國語啊數學成績就不太好了 那不重要 因為只要有一個自己的專長 其實我覺得那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後來在自己的演藝工作之外 其實他發展出這個藝術的創作 可以算是非常的成功 所以這一次才會來台灣開展 那是不是在疫情的期間開始有一個比較全面自己也有可能 可以成為一個一個創作者藝術家 這樣子的想法誕生呢 でコロナで初めて先ほどキャンバスで描いてみよって思い始め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じゃあ実際個展をやろうって思い始めた強く思うきっかけってのは何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自分がアイドル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た中で なんかたくさんのファンの皆様に愛してもらう愛されるっていう っていう感情っていうものを何かこう表現したい なんかこう自分が絵と向き合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 自分の中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して生み出し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が強くなりまして その中でこ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と始めてみましたね 對因為我身為偶像的這個部分粉絲對我非常喜愛的這個部分 我一直覺得內心就是有想把這個感謝的情感 或是我感受到這些愛把它轉化成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然後所以我後來開始認真做藝術創作的時候 覺得說我把這個愛這個感受到這個情感 轉化成一個很惹人喜歡的角色的話 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表達方式 是所以後來這個角色誕生了就叫Finger 對嗎 その形になったのがFinger 君のキャラクター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なんかその人間が心の底から人をなんかこう愛すとか なんかこう好きになる瞬間っていうのが どういうところなんだろうって思った時に 僕はなんかこう完璧な人でも家にいる時に ソファーの上でこうだらだらしながらポテトチップスを食べてる そのちょっとしただらしなさ好きみたいなところが なんか人間のなんかこう可愛いなって思う部分 とか愛を感じる部分だなって思うんですよね なん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をこう表現したくて なんかお腹のちょっとブニュってした感じとか 猫背の感じとかなん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 アイラストを感じていただいたりとか 顔で言うと僕は振付をよく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振付の中でアイドルがよくやるのはこう手振り 要はそのお客さんがすぐ覚えてもらえるような 手振りをよく使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ういうところからなんかこうアイドルの経験を生かして それをキャラクター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 フィンガ君が生まれました とても紂っつったりとした でも何人や雙手指の手指で 手指のところとか それから僕の偶像本家の動作来产生的 好的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半 今天晚上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朋友 是Kiss My Food 2的千鹤剑勇 Senga-san 除了是舞相以外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艺术家 所以刚刚有提到他在疫情的时间 他开始就进行了艺术的创作 后来产生了另外一个角色叫Finga 这个Finga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所以他在哪一个时刻诞生 是不是慢慢慢慢Finga才成型 还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他有一个idea 所以Finga的样子就出现了 先ほどお話したその性格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 因为我一开始想说这个角色就算大家不记得名字没关系 我做一个看起来外貌上很有印象很可爱的角色就好 后来想到就是说因为我身为偶像这个部分 我在编舞的时候我们会放很多 我自己会放很多这个手部的动作 然后粉丝也都会记得跟我们一起跳 所以印象会很深刻 所以我就用手啊手指头来发展一个很可爱的角色 那大概诞生大概是去年10月11月左右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吗 就比方说像我看到的Finga 他的手指其实好像有一个固定的动作 这个是有意思在里面的吧 そこから手の動きから連想させたFinga君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何かの意味合いを込められているんですか 主人公のMiroっていう名前のFinga君は Peace 平和という意味がありまして 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を経て いろんな人が幸せになったりとか 平和という気持ち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という意味を込めて こういうPeace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しました 那其实Finga君是一系列的一个家族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主角是Milo Milo他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Peace 和平的手势 所以我看到的那个Peace这个手势的那一支是叫Milo 对没错 Milo 那就是希望让看到他的人都可以很幸福 然后感到感受到和平 当然也希望世界是和平的 对所以除了Milo以外 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 然后是不是家族还会继续有新的角色出现呢 Milo以外にも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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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からFinga君シリーズが増え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でしょうか 今東京で古典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きは 四体のMilo 琉琉、コジ、群で四体のキャラクターを作ら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キャラクター以外にも 今回台湾では新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が登場します 其实在东京各展的时候 包含Milo总共有四支 然后这一次在台湾的时候 会再多一个家族、一个朋友 所以在台湾的特展会有属于台湾新的角色 如果你在过去对这个千鹤健勇 他在艺术方面他所设计出来的这些角色 你已经很有概念的话 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在台湾你还会看到新朋友 所以他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件事情 実際東京の古典をご覧になった方でも 今回絶対台北の本を見た方がいいんですよね 今お話したように新作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むしろ前回を見てくれた人は必ず見てほしいし 初めて見る方も多分ここから入っても全然楽しめる 前回の見たからこそ こういう成長があ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を気づかされるような 前回は動かないfigureっていう形で 皆様にFinger君のことを知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回はanimationを Finger君が動いている姿を皆さんに見てもらって その姿を見てさらに好き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 ぜひたくさんの人に見てもらえ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当然没看过人我相信也会觉得很精彩 不过如果反而看過我東京各展的朋友 更希望你们可以来台北看 因为你会感受到我的成長 包含多一個角色之外 其实像上次你看到的只有不会動的Finger君 但是这一次的话我为台湾的台北各展 多做了一个动画 你会看到动起来的版本的Finger君 你会更爱他 现在千賀健有拿出他的手机把那个会动的Finger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新的吗 就是会动的耶 Miroです Miroです Miroがあることをきっかけに ちょっと変身をして これから何かが始まるっていう 今回は本当に皆さんが来たら踊りたくなるような 本当に瞬間が出てくると思うので その演出をすごくご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だ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 这个刚刚看到就是变身的Miro 他会开始因为有一个契机 他开始动起来 那这一次的展覽也会让大家想要动起来 对啊 感觉好像在未来他可以代替 偶像就是拍MV的感觉 もしアイドルデビューも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そうですね 新学君も人気になっ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 好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40分 这里是中网流行网的娱乐一世代 想要请问一下千賀健勇 在之前有来过台湾几次呢 今回で台湾何回目になりますか 今回で3回目 3回目ですね 第1次是跟团体一起来吗 最初はグループで一緒にいらっしゃった グループではいきました 那一次有见到面 第二次是私人行程 2回目はいつですか それプライベートですか 前回あの取材とか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時 1ヶ月ぐらい前ですかね その時にこ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大概是1个多月前 那次有接受采法 看了场地 那次也来看了场地了 然后今天 这一次是第三次 所以在开展的时候 12月1号到12月10号 一共有10天的时间 地点是在华山 会有千賀剑勇的歌展 那这个歌展到时候 这个 センカさん也会再来吗 固定の時にも 実際本番の時も いらっしゃる予定ですか もちろんです 所以到时候也会再来 所以如果到时候 開展的时候 搞不好粉絲还有机会 可以看到他这样子 もしかしたら会場で会っちゃったりする可能性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僕はすぐ会場の中に出ちゃうタイプなんで たばっちゃと思います 因为我就是会一直很想要进展场去看作品 所以 应该蛮有机会碰到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艺术创作者 艺术家们 他们在布展的时候 他们就会非常坚持人耀在现场 这样 所以那个センカさん也是同样的个性吗 僕もそうですね 照明の当たり具合によって 全然作品の見え方も変わりますし もう完全に入ります 对 没错 因为布展的时候 包含就是一个灯光怎么照 就会影响这个作品看起来的样子 所以我也会参与布展 对 所以布展基本上 也是这个艺术家 他全面创作的一个总结 因为你会看到他在灯光环境 各方面其实有属于他自己的讲究 这其实我认为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设演も実は作品の一環として すごい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ので 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す 僕たちって自分たちでライブを作るんですよ 照明からもそうですし曲順からもそうだし どんな演出どんなコンセプトでやっていくか でもそのライブを自分たちで作るっていうことを 毎回模索しながらやってきたからこそ やっぱこういう設定の照明がどうとか どういうところにどこ何を置いた方がいいとか そういう知識が増えたのかなって思うと やっぱこのお仕事をしてきたからこそ 今回こういう作品を展示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だなっていう風に思います なぁ 実際に私たちの演奏会でしょ もちろん 燈光 曲順 演出方式 全部的細節都是我們自己來進行主導的 所以我覺得也就是因為偶像部分的本業 讓我很了解這個燈光 對整個看起來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真是很棒的一個經驗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在藝術創作 或者是偶像 已經讓千賀健勇 擁有一個非常完整 自己在興趣上 我覺得一個很成功的表達這樣 現在是不是也覺得 好像除了自己在當偶像以外 花很多時間在想藝術的事情呢 アイドルとして突き去ってきた その知識も表現の一つとして アーティストがすごい アーティストとしての才能もすご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 今どっちかというと 例えばアートにかける時間の方が長かったりとかされますか いや でもやっぱりそのグループ活動を おろそかにはし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が強いので グループ活動を削ったことは全くないですし その中で意外と人って 暇はないとは言いつつも じゃあメイク時間 メイクして貰ってる時に絵も描けるし 寝る前も絵描けるし ご飯食べてる時も絵描けるし そうやって考えると 結構絵を描く時間ってたくさんあって 僕はデジタルアートなんでどこにいても描けるので だから全然時間はいっぱいあります だから私たちが絵描く事も 僕たちが自分を描く事も それは役で全力以赴 絶対に私たちは疏忽 所以FINGA基本上對SENGA來說的話 像什麼?對應?像朋友嗎? 還是其實她是你這樣 她到底對你來講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 那是FINGA的性格中的性格 SENGA的性格是怎樣的存在嗎? 例如是友人或是自己的代表的存在嗎? 自分的分身,要是自己在家裡的自分 可能是自分的自分 自分的自分的自分 應該算是我自己的分身吧 我在家裡邋遢的那一面 私底下的那一面 平常不會給大家看到的那一面 對呀,但其實那一面也蠻可愛的啦 因為你如果在她的藝術創作上面 你會看到其實那個FINGA上 真的那個FINGA真的是很讓人喜歡 真的很可愛的感情 是非大家去看見 好,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 娛樂一世代,現在是8點50分 那這一次來到台灣呢 其實是宣傳了千賀建勇 他在台北即將在華山這個地方 有一個特展 這個各展基本上會把他的藝術創作 他所創作出來的角色 經由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 然後時間會在12月1號到12月10號 地點就在華山1914 華山創意產業園區的西醫館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他在偶像以外的身份 如何用藝術創作來跟歌民溝通 其實你可以期待在12月1號到12月10號 這一段時間到華山來參加這個展 今天是Senga 第一次來上我們節目 其實在之前Senga 跟他的成員們 跟我們節目有一點點關係 對 其實是 今回 実際上節目出過的 是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以前 已經有一點點繋がり 是有一點點繋が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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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放給Senga 聽一下 就聴いてください え? どうぞ 天上的 我是利亚 現在要請的就是DJ兼娛樂一世代 喔~~ 哈哈哈哈 娛樂一世代 啊 這個節目是娛樂一世代 娛樂一世代 那我已經是二次了 算是第二次了 算是第二次了 哈哈 之前在日本的時候他們有錄了一些 就是在發新作品的時候 有錄了一些那個Q&A給我們 這樣 實際在這裡 出場的第一次了 但是在日本 對 日本拍過的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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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來 下次有機會整團一起來上 哇那我就會太開心了這樣 聽說在他特展的時候有很多的好朋友要從日本來 我今天看到媒體寫就歌迷就很期待這樣 所以這個是不是因為在台灣要辦這個個展 所以真的在日本有很多的好朋友啊 大家都想要到時候十月以後的時候 之後就來台灣看他的展出呢 初めての海外の個展なの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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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期待他們可以來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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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個藝術作品的這一個部分的我 其實是完全跟平常偶像的我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很私人的領域 甚至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格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的藝術作品 來瞭解我這個另外一個人格 所以如果你原本也知道偶像的我的話 那再加上這個部分 就完整的瞭解了千和建有這個人 對啊 其實真的很有趣喔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他創作了些什麼 你可以follow一下這個千和建有的IG 他的Instagram 其實在裡面就有很多的藝術創作 那我因為看了這些作品之後呢 我就對那個千和さん呢 產生了一個他偶像以外的一個興趣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在12月1號開始的這個個展 先生 私自身もInstagramをもともとフォローしていて その中でそういうのをたくさん作ってるんだって初めて分かりました とて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いや本当にたくさんの皆様にこう知っていただいて もっともっとフィンガー君がたくさんの人に愛されてもらえればなと思うので 是非たくさんの人に来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真的很希望可以有更多人認識フィンガー君 然後更喜歡他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展覽 好那我們就約定一下12月見囉 では12月また会いましょう はい 待ってます OK 好 最後最後皆さんにメッセージありますか もちろんこうやって台湾の皆様とお会いできる機会ができたことがまず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し しかも僕一人で勝負をするアートという部分で 台湾の皆様に楽しい部分だったりとか ワクワクする気持ちをお届けでき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ので 是非12月1日から台湾で個展やりますので 是非来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次是很高興可以有這個機會再跟台灣的大家見面 而且這一次是一個人來闖蕩 用我的藝術作品來闖蕩 所以非常非常期待我的藝術作品 可以帶給大家很開心很興奮的心情 所以12月1號我們華山見 對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 12月1號到10號 就會在華山有千賀健勇的個展 請各位記得安排 然後到華山來看這個個展 同時在今天最後我有一首歌 想要請Sengaさん來做介紹 就是這一首 哇喔 イグジット 在很久以前的歌了 だいぶ昔の曲です すごく昔の曲 たくさんキスマンの曲かけ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今天健勇哥播了很多我們KISS MY的歌 那最後這首歌就是由千賀健勇他個人來演繹的一首歌 在今晚的魚類世代也非常謝謝Sengaさん來 ありがとう 謝謝